今天是立法會投票日 我小情同在 梁振英上任後滿福大計 強調要以香港速度推出各項的利民政策 成熟一項推一項 以免香港再搓妥歲月 但要快其實都不是那麼容易 有時甚至乎因快得慢 梁振英上台之後的頭炮 5C14局改組議案 就因為議會的拉布戰 胎死腹中 新政府上場之後 第一項的利民措施 2200元長者生活津貼 沒辦法如期在10月通過 長者沒有機會一次過拿到6個月的津貼 而新一屆的立法會 議席有60席加到70席 人多了 意見自然也多 原本分化的議會就變得更加分化 梁振英理想之中的香港速度 在現實之中根本不存在 人民力量反惡法的拉布戰正式開始 上屆政府提出的立法會議席 出缺安排條例修訂草案 經過100小時馬拉重式審議 終於三讀通過 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但梁振英提出的5C14局架構重組方案 就沒那麼幸運 政府申請拿錢開位 有議員提出過千項修訂 我們是很擔心這種重組 是為梁振英個人政治的前途 而不是真正為香港700萬市民 這裏是我們最擔心的 所以你力勸他最好就不要硬來 如果你提出這件事 真的會給市民一種感覺 你就純粹會玩東西 絕對不是玩東西 絕對是因為我們 我現在說一個現實的問題 就是我們很多同事都提出不同的修訂 在立法會的過程中 是需要時間的 開始表決 為了趕在新班子就職之前通過改組 政府要求打尖審議 同樣遭遇滑鐵路 議題未獲得在籍議員以過半數贊成 我宣布議案被否決 不是說一定做政府的工具 甚至是為牢為皮的 所以我覺得作為議員 捍衛議會的尊嚴 也等於捍衛香港的法治是很重要的 7月1日 新班子在國家主席胡錦濤的見證下 宣誓就職 沿用3C12局的舊架構 我堅持宣誓 梁振英找來文望高 兼好打得的林鄭月娥做政務司司長 希望提振政府聲望 建立管治威信 只可惜事與願違 新政府享受不到半日物月期 新班子成員 墨齊光 陳茂波 林粉強 吳克劍 先後被捲入政治漩渦 誠信和能力備受質疑 發展局局長墨齊光 上任12天就下台 多謝大家 今年6月 有傳媒揭發 墨齊光在86年 買入北角城市花園一個單位 但就租住同座另一個單位 傳媒發現 他和路政署助理署長曾景文 買了樓上樓下 然後申請政府房樽互租單位 墨齊光最初話 兩人剛好買樓時遇到 剛好A租B B租A 可以這樣說 為何你不買了單位 你自己住在自己的單位 這樣就不對 如果我買了單位 而用政府的租金給自己 這樣就是違規 後來傳媒再揭發 兩人曾經簽子授權對方賣樓 租客其實是真業主 廉署接到投訴 取緒剪開調查 並且迅速抓了墨齊光和曾景文 說他們涉嫌違反 防止賊路條例 同日墨齊光辭職 期望我的離職 能夠消除 因我而引起的負面觀感 有關案件仍然在審理 墨齊光成為特區史上任期最短的局長 我會全心全意全力地做好這個工作 接替墨齊光出任發展局局長的陳茂波 是梁振英競選時候的親密戰友 上任第二天 他被傳媒揭發持有兩個單位 改建成劏房出租 賣樓的時候也涉嫌門稅 陳茂波太太許暴明聲稱 丈夫對租務毫不知情 陳茂波就說 太太不知道單位改了做劏房 成租人懷疑將單位違規改建 和經營劏房 他全不知情 傳媒之後發現 許暴明曾經簽署買賣合約 合約列明交易是要連同劏房租約出售 令人質疑陳茂波 說謊 我在表達方面不清晰 令到大家引起連番的誤會 我覺得很遺憾 分租單位很多時都是板間房 大家共用廁所廚房 和現在大家在說的劏房 兩回事 陳茂波沒有因為劏房風波 高官下台 但形象就大打折球 十月初 他被報章記者引導 懷疑走後駕駛 我已經主動聯絡了警方 請他們跟進調查這件事 我會全面跟他們配合 局長是否做了一個很壞的榜樣 陳茂波雖然主動投案 但沒有證沒有據 警方又可以點查 事件最終可能不了了之 十月尾輪到行會成員林粉強出事 他拿著27個物業 其中兩個位於西半山保華軒的單位 在政府公布實施 或是家庭的或然需要 那裡的單位 一早已提及 全都很廣泛 已經報道了 因為那次是七月頭 已經向各位交代了 他解釋 上任前已經準備賣樓 價錢也早已定好 我們故意賣低市價 如果我設定太低 你就會令到全樓的街坊 無端端因為我要賣樓 而突然架樓下來 如果你賣得較好些 全部升值的部分 就是你代了 因為這個安排 林粉強被質疑支付非法回用 他在第二天就改口 整天處理過程都和太太處理 所以昨晚覺得 有理 所以我就拿了 叫那個人和太太上來 一次過解釋 那個實際流程是怎樣 然後說 我以為你說 關了給中原 他說 給了中原人 他說不是 我們說中原地產 但你知道 有些時候 譬如我太太想下的士 我出入地鐵的時候 你做了嗎 行了搞定了 去了中原 還有沒有問題 林粉強越講越亂 最終向行會申請休假 暫備風頭 3 2 1 現在 BBC 正職情報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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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貿易發一個牌照出來 最後經營不到 又要關門 又要關門 那對香港 就會顯示更多的問題 但由我們申請到今天 1,021日 政府的政策 仍然是一個拖子 這件事令我非常之廢解 政府總部外面這個廣場 在梁振英上台之後 就多了一個新的名稱 叫公民廣場 在這裡 今年的暑假 見證了民間社會的力量 原先在9月開展的 德育及國民教育科 因為教材內容偏頗 被質疑是推行洗腦教育 學民思潮幾個學生 出來抗爭 又追擊教育局局長吳克劍 社會開始關注這個議題 國家風波漸漸演變成一場社會運動 老師、學生和家長 齊齊都加入反國教行列 他們遊行、集會 甚至乎參加絕食 和政府抗爭 7月底 過萬人遊行 反對中小學開展德育 及國民教育科 我個人政治冷革 我沒有什麼事 都不想出來遊行 但他辣到我的兒子 這樣就沒有免費 一定不行 挑起文憤的就是這本 中國模式國情教學搜冊 由教育局資助的 國民教育服務中心出版 部分內容歌頌中國共產黨 有一群中學生組成的學民思潮 早於去年國民教育科 推出諮詢稿時 已經反對開科 直到吳黑劍上場 他們貼身追擊 當時公眾對國教科一知半解 直至出了教材 民間的反對聲音開始凝聚 反對教育23條 反共全港大爆破 為了平息爭議 政府成立開展國民教育科 諮詢委員會 由胡鴻玉擔任主席 還邀請反國教團體加入 如果我們加入諮詢委員會 就等同我們學民思潮 認同國民教科的推行 我們絕對不會與狼共舞 政府多番解釋 這個科目並不是一屆政府 要突然強加強推的一個科目 更加不是外界形容的 新政府的政治任務 但是反對團體堅決要求 撤回科目 抗爭行動一浪接一浪 取決教育23條 免對民意 十萬人成全 全面佔領正中 所有民意食為天 我們放棄人最基本 最需要的食物 為了去告訴政府 我們的專注 我們的堅持 梁振英和吳克劍海 尊重民意 梁振英第二招探望絕食的學生 由7月29日開始 我們已經表示 絕對不會加入國民教科委員會 參考教材 就是拿到國民教科委員會 所以我們很希望 你和其他朋友 對國民教科有疑慮的朋友 他們的聲音 可以在這個委員會 拿出來談 問老師怎樣教這科 其實偉偉都不清楚 參與書籍的朋友 我們走前一步好嗎 家長 教師 接力絕食 向政府發最後通電 反對小龍大陸 師父是國民大陸 這一隻民意大象 今天出來了 撤回和不撤回之間 那個空間是十分大的 梁振英 立刻下來 立刻下來 共海對話 示威人士日以繼夜 夜以繼日 留守政府總部 每晚都有上萬人集會 而且人數一日比一日多 第二天政府終於讓步 辦學團體和學校 可以自行決定 是否開展 德育及 國民教育科 我要新設備 全體結束佔領涵絕食 撤課 撤課 政府堅持不用撤課的字眼 委員會於是幫政府做決定 不需要繼續有官方課程指引 沒有官方指引的話 就等於我們現時的指引是失效的 經過三個月爭辭 國教科擱置了 但在政府和市民之間 留下了一度傷痕 官方指引是在某個位置 公道指引是從還是很短的 也不是所有的